那劉文正這個也蠻古怪的 當時我台北做完以後 一定是往中南部再延伸 因為中南部大家也都在搶他 那我說能不能做後面 他就不願意 搶了這些話我只聽到 但是我那時候後面沒在意 他也不做就不做完 重新就離開這個圈子 那時候等於說是在太陽城 那是他的最後一檔秀 哇 看他的幾乎都是女孩子 暴霧把門都擠破了 一代巨星劉文正 招牌帽子 圍巾 加上他俊俏外表 780年代 風靡全台 劉文正唱過許多經典歌曲 像是三月裡的小雨 阿美 阿美 不過在他1991年 突然隱退 離開台灣 至今仍有不少粉絲想念他 縱橫演藝圈超過50年 資深製作人郭鶴鳴 事實上他早年也經濟過 歌手美代 金燕 染銷鈴等 當年劉文正隱退 離開台灣前 最後一場演唱會 就是郭鶴鳴製作 兩人的私下互動 從這裡開始說起 當時劉文正的經濟人 是想嚇一順 因為當時包打包卸也蠻多的 那劉文正這個人也蠻古怪 他就不願意跟老闆去彈 所以他不熟了 他根本不想去理他們 後來他就說 除非跟郭鶴鳴打人 劉文正舞台上 對音樂表演的堅持 歌廳秀節目 每個環節親力親為 不過當年劉文正 早有隱退的念頭 為了他們 做了最後一場演唱會 最後就跟他彈了以後 他本來是說他不願意做 但是他為了要帶飛鶴上出道 宜仁靜 方文靈來求還是很難 等於說是 他就是為了帶他們三個出來 他才做了那一檔 原來的檔期 差不多十天一檔 後來我把它改成一個禮拜一檔 男神始祖 永遠的巨星劉文正 即便他隱退超過33年 舞台上迷人風采 仍留在許多粉絲心中 劉文正選擇在演藝巔峰 華麗轉身 早就有跡可循 其實當初我跟他談的時候 他跡象是蠻多的 當初我台北做完以後 一定是往中南部再延伸 因為中南部大家也都在搶他 那我說能不能做後面 他就不願意 然後我做完這一檔 他就不願意做了 那重新就離開這個圈子 他就講了這句話 我只聽到 但是我那時候 後面沒在一個人 他也不做就不做 所以後來你聯繫不到他 沒有人聯繫得到 誰都聯繫不到 但是我覺得 中南那一檔做得蠻開心 那時候等於說是 在太陽城 我還記得 那是他的最後一檔秀 來看他的幾乎都是女孩子 爆滿了 把門都擠破了 劉文正的超人氣 當年歌廳秀表演 場場爆滿 甚至走在路上 激動的粉絲 還會抓破他的衣服 郭鶴鶯回憶和劉文正 工作合作上的點滴 仍記憶猶新 其實說實話 因為他們這種 比如說很大白 他們對他們自己 本身的節目都要求很高的 所以我在這一方面 到時候我沒有去 干涉他太多 我完全用他的節目 跟我的節目兩個結合起來 可是對劇心來講 我們都蠻健康的 尤其這種比較資深的藝人 我最近這十年來 我只幫資深藝人服務 其他年輕人 我一概不做 我也沒有這種體力去做 劉文正離開演藝圈多年 真實近況沒有人知道 不過在2023年 一度被資深經紀人夏玉順 傳出烏龍死訊 即便親友駁斥 至今仍有流言 我覺得都是假的 因為他這個私密很細烈的 他一定是自己把自己 規劃得很好 也不會讓外人來參與的人 你外人去跟他參與 要改變他不容易 以他這個個性來講 我是覺得他是 不可能跟任何人去談到 有任何改變